我认为 fotograf Podcast 明镜可以在庇点之前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向大家分享 如何教小朋友画画的方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然后按一个赞 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画的是蜻蜓 首先我们用铅笔起稿 然后用马克笔把它描出来 用铅笔起稿的好处是 可以不断的修改 直到你满意为止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画出眼睛的轮廓 小朋友们我们画眼睛的时候 慢慢的画 先画出瞳孔的两个圆 然后画出外面这个大一点的圆圈 现在我们要把蜻蜓大大的圆眼睛画出来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画圆 担心不圆的话可以一段一段的画线条 像老师一样一段一段的画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 现在画蜻蜓的小嘴巴 我们画蜻蜓的身体部分 现在我们画蜻蜓长长的尾巴 蜻蜓有两对大大的翅膀 现在我们画蜻蜓的小嘴巴 我们画蜻蜓的小嘴巴 我们画蜻蜓的小嘴巴 现在我们画蜻蜓的小嘴巴 现在我们加重它的万人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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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苗勾好以后 我们就要给蜻蜓上颜色 首先我们用红色画蜻蜓的眼睛 用黄颜色画蜻蜓的小嘴巴 我们给蜻蜓的身体画一个绿颜色吧 我们现在用粉绿色画蜻蜓的尾巴 画黄颜色啰 给它画上红色 用橙色啰 用橙色画啰 最后用蓝色化 现在我们用蓝色画蜻蜓的翅膀 蜻蜓画好了 我们给它画几个爱心吧 画一颗红色的爱心 再画一个橙色的爱心 再画一颗蓝色的爱心 蜻蜓画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画好了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 感谢收看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小朋友们